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闪电看剧 白富美女大学生被困在自己生日的这一天 你猜她会干嘛? 光着膀子买校园溜达 还是尝试各种花样的死法? 别看现在乐乐欢 这背后竟然藏着天大的阴谋 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 看完两部美国恐怖悬疑电影《寄日快乐》 小园钟声响起 宿醉的莎莎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竟然睡在男生宿舍 面前的暖男上前嘘寒问暖 自我介绍名叫卡特 莎莎并不关心 强忍着头疼换好衣服 这时有个亚裔黄毛推门而入 她是卡特的室友 由于莎莎在这里过夜 黄毛昨晚被迫睡在车里 请记住这歌 别看她现在不太重要 她可是下一步的男主角 呃,舌多了 莎莎大不流行的走出男生宿舍 眼前所见不过是校园所示 无聊的社团活动 被恋爱冲昏头脑的情侣 呆头呆脑的男生们 还有个只约会过一次的男生 又跟踪她来死缠烂打 莎莎早就见怪不怪了 像她这种富二代兼校花 走到哪都会有目光追随 回到女生宿舍 姐妹会会长表里表气的警告 她品行不端 还是自己的室友比较人畜无害 今天是18号 也是莎莎的生日 室友阿子贴心的送上 她亲手做的生日小蛋糕 不过莎莎嫌的蛋糕会让她发胖 当着阿子的面直接就扔了 可后的白富美姐妹会聚会也不消停 女生们面起来 说话真是像飞刀子一样 其中一个女生由于发胖 而被姐妹会驱逐 这时卡特又正好找莎莎来还手链 吐里吐气的卡特 让莎莎在姐妹会面前丢脸 她一个不友好的眼神 让卡特赶紧离开 莎莎这种老司机 其实喜欢熟男 作为医学院的学生 莎莎爱上了自己的教授 同时也是已有家世的医生 室友阿子知道他俩有一腿 经常好言相劝 但莎莎从没听进去过 今天跟医生胡搞的时候 还差点被他妻子撞见 这一天就没有个顺心的事 晚上回到宿舍 宿舍又停电了 无聊的莎莎换上小群群 决定去party放松一下 毕竟之路是个漆黑的桥洞 下面竟然还有一个八音盒 在播放生日快乐歌 而背后不知何时 站着一个戴面具的怪人 莎莎还以为是什么生日惊喜 没想到对方来真的 拎着刀一路追 莎莎一路跑 最终被一刀毕命 尖叫一声 莎莎又在卡特的宿舍醒来 卡特说着跟上次一模一样的话 还是那个亚裔黄毛闯进门 怎么回事 是做噩梦了吗 莎莎走在校园里 无聊的社团活动 无聊的情侣 无聊的傻男生们 面对死缠烂打的跟踪狂 莎莎忍不住问他 今天是几号 18号呀 不可能 莎莎这是在过同一天 接下来就是表里表气的会长 人畜无害的室友 拿着他亲手做的小蛋糕 莎莎疯了 扔下蛋糕就走 但这次也还算是有新发现 昨天那个可怕的面具 其实就是他们学校囚队的吉祥物 这面具到处都是 看得莎莎毛果悚然 诶 等一下 这面具我好像也在哪儿见过 莎莎把自己的遭遇告诉医生 但她发现 只有她自己有被困在同一天的记忆 这时医生的老婆来查岗 莎莎惊慌失措地躲回宿舍 她忍不住观看以前和母亲的视频 母亲和自己是同一天生日 以前母亲在世时 这一天都是全家人一起过的 如今母亲离世 莎莎也很难面对父亲 所以她一直在逃避这痛苦的一切 又到了晚上去party的时间 熟悉的八音和音乐传来 莎莎赶紧换了一条路 太好了 成功抵达 一开门 诶 怎么还是面具怪 这些人是姐妹们给莎莎准备的生日惊喜 刚刚戴面具的是会长的男朋友 莎莎仔细一看 这男生还挺帅 不禁嘴角上扬地跟着他进屋 没想到这哥是个傻子 lowlow的低听音乐一开 莎莎立刻想走 震而欲聋的音乐声中 他们都没注意到 面具怪不知何时进来 干掉傻帅哥之后 又干掉了莎莎 尖叫着的莎莎又在卡特的宿舍里醒来 她推开黄毛一路狂奔 熟悉的ABCD事件一一发生 她彻底慌了 她被牢牢的困在自己生日的这一天 莎莎试着把一切都告诉室友阿子 甚至提前说出 她知道了阿子已经给她准备了小蛋糕 但阿子不相信她 以为只是有别的女生高密而已 莎莎疯了 今天我就在宿舍哪也不去了 她把门窗都盯死 之后安心的翻看跟母亲的视频 无意间发现 桌上有一张生日贺卡 又是恐怖的面具头像 身后的电视被人关了又开 恐怖气氛拉满 没想到啊 面具怪竟然提前躲在她的卧室里 她又一次死了 再一次从卡特的宿舍醒来 莎莎这一次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穿着卡特的衣服就跑出去了 熟悉的ABCD事件一一闪过 看来自己是逃不过了 快要崩溃的时候 卡特追了出来 莎莎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抱住了她 她把事情完完整整的告诉卡特 卡特竟然愿意相信并且安慰她 谈话中 莎莎得知 尽管她昨天喝了烂醉 但卡特并没有趁机占她便宜 还一直照顾她 莎莎对卡特的好感度加一 卡特安慰她 既然你有无限重生的机会 那么你就有无限的机会来找出那个要杀你的人 莎莎打起精神 列了一个嫌疑人名单 光着膀子 一个一个去试 首先排除了跟踪狂 因为她发现这哥是弯的 也不是医生的老婆 因为她根本不认识自己 也不是表里表气的会长 因为莎莎把会长杀了之后 自己还是死了 在这个过程中 她被正着杀 侧着杀 反着杀 终于到这一天 莎莎醒来后 感觉自己十分虚弱 她意识到 如果这样无限制的试下去 她迟早会真的死去 卡特从她来到医院 医生给检查了一圈也找不出原因 医生表示自己会保护莎莎 但莎莎就只想逃命 她翻箱找柜的 想找医生的车钥匙 竟然发现 医生的抽屉里 就有那个可怕的面具 难道 医生就是那个杀人狂魔吗 很不幸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医生在她眼前 被面具怪干掉 莎莎一路跑 成功驾车离开 她忍不住欢呼起来 不过她由于超速驾驶 被警察拦下 看到警察 莎莎假装自己酒驾 希望立刻被抓捕 并扔进监狱里 但刚戴上手铐 面具怪竟然追了过来 把警察也干掉了 这一次莎莎倒死得很壮烈 连车带人一起被炸飞 再醒来的莎莎都不想努力了 打算混吃等死 她跟卡特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自己并不是什么好学生 而母亲死后 她跟父亲的关系也一落千丈 卡特还是一如既往的安慰她 既然你有无限重生的机会 那么你就把做过的措施一一弥补吧 这时电视上出现一条新闻 连环少女杀人犯被送进医院了 莎莎意识到 在医院里杀害自己的估计就是这个人 莎莎急忙跑回医院 提前让护士报警 自己拿起斧头防御 没想到面具怪还是早一秒逃跑 这次面具怪摘下面具 没错 就是她 这个杀人犯 她要再一次杀掉莎莎 没想到卡特竟然不顾危险冲了过来 当然卡特很快下线 而莎莎也终于找到机会 眼看就要完成反杀 她却犹豫了 如果就这样结束 那么卡特就永远活不过来了 于是莎莎第一次选择自己主动结束生命 再次醒来 卡特还是好好的 莎莎兴奋地抱住了她 并且满怀期待地开启了崭新的一天 笑脸迎人 狐狸跟踪狂大胆出柜 真诚感谢了自己人畜无害的室友阿子 跟医生男撇清关系 狠狠地教训了表里表气的会长 还跟卡特当众接吻 而这一次她也没有让父亲苦等 莎莎不再逃避 跟父亲敞开心扉 两个人一起过生日 这些都做完了 莎莎准备迎接今晚的决战 这次她不依赖任何人 甚至是警察 她先逼着警察交出手枪 然后勇敢地来到杀人犯床前 只不过这里有个小问题 莎莎没有打开手枪的保险栓 杀人犯趁机跳起来 两个人疯狂打斗 紧接着 熟悉的停电把医院陷入黑暗 莎莎趁机捡起手枪打开保险 Yes 杀人犯终于死了 大结局 莎莎和卡特在一起 树心地过生日 吹灭蜡烛 Damn 日子又重启了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莎莎疯了一样跑回宿舍 阿子还是贴心地拿出蛋糕 莎莎一下惊醒 她昨天过生日吃的蛋糕 正是阿子亲手做的那个 有毒的蛋糕 事到如今阿子还想否认 莎莎说 之前她一直没有吃这个蛋糕 于是阿子就借助自己 在医院工作的机会 暗中释放杀人狂 让她干掉莎莎 阿子眼看事情败露 直接要在这里动手 原来 阿子一直暗恋着医生 但医生只跟莎莎胡搞 再加上莎莎平时也不是什么好相处的 阿子一怒之下就策划了这一出 但莎莎也不是第一次死了 也算是被杀戒的老江湖了 她一把将毒蛋糕塞到了阿子的嘴里 再一脚给她踹出窗外 莎莎再次从卡特的床上醒来 卡特还说的一模一样的话 没事儿别慌 这回呢是卡特开了个玩笑 她告诉莎莎 今天是19号 恭喜你迎来了崭新的一天 而莎莎早已在这过程中爱上了卡特 两个人终于甜蜜的在一起了 不过哟 这里还有不少的疑问 为什么他们学校最近经常停电 为什么莎莎会被困在同一天 而这些谜底 要等到下一步 再为大家一一揭晓 小缘钟声响起 亚裔小哥大黄从车里惊醒 昨夜她的室友卡特把女神带进宿舍 害得她不得不睡在车里 本来就不怎么清醒的她 还被狗 流浪汉 被滑板少年 连续吓了三个大跳 恍恍恍恍回到宿舍 又被卡特轰了出来 这时好机友萨玛打来电话 让她火速赶往实验室 亚裔和印度裔学霸在一起能干啥 肯定是研究不明觉厉的量子力学呀 他们一起研究的时光机 刚有一点小小的成果 院长就怒气冲冲的闯进来 原来时光机太耗电 造成了最近学校经常停电 院长大骂 他们这破机器又飞电又没用 粗暴的叫停了该项目 大黄心情低落 而他突然收到短信 仿佛有个人在不远处观察他 大黄疑惑的走出实验室 紧接着收到了第二条短信 就这样 大黄跟着照片的指引 来到了化学实验室 我就不明白你怎么就不开灯呢 这里恐怖氛围拉满 果然 出无间里出现了一个面具怪 给他干掉了 大黄再次从车里惊醒 狗 流流汗 滑板少年 一模一样的遭遇情景重现 回到宋社 当然卡特还在跟女神胡搞 大黄疯了 念到自己好像被困在了同一天 在一边的莎莎有过类似经历 他听到后立刻相信了大黄的话 但他也不明白 上一集的杀人狂和室友阿子 两个坏人都死了 那么这一集的凶手会是谁呢 多说无意 莎莎很有经验的拿起棒球棍 跟大黄来到了上次他被杀的地方 但这一次 面具怪并没有出现在储物间里 这时 院长又怒气冲冲的过来大骂 大黄的时光机废电 莎莎敏锐的察觉 这一切跟大黄的时光机脱不了干系 欲试不绝 量子力学 大黄赶紧解释 他发明的时光机 本来是用来延缓时间的 但可能是出现了故障 前两天自动发射了强烈的射线 也不知是作用在谁身上了 旁边的莎莎眼神可以吃人了 还谁 那不就我吗 您的时光机让我被困在了18号 让我死了11次 恭喜你 这次是你自己被困在时间里了 大黄听后十分惊慌 这时姐妹会会长挺着胸膛打断众人 他很不nice 对少数族裔相当不屑 先不管他 为了让大黄避免被杀 大家决定去人最多的地方 也就是学校篮球场躲一躲 当然 他们学校的吉祥物面具到处都是 让大黄更加惊慌 不知为何 球场响起警报 众人被迫紧急疏散 面对众多面具 心不在焉的大黄很快跟同伴们走散 而真正的面具怪就出现在他面前 大黄拼命的跑 眼看就要被干掉 幸亏莎莎及时救下他 众人揭开面具怪的面具 同时发出了惊呼 无奖竞猜 凶手是谁 答案揭晓 凶手不是别人 正是大黄自己 众人把大黄二号绑起来 他也说出实情 由于大黄二号启动了时光机 把自己送到了另外一个平行时空 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他必须在这一时空 提前杀掉要开启时光机的大黄 旁边听着的大黄急了 才不相信这些 他不顾众人阻拦 强行开启时光机 就连院长都没能阻止他 巨大的能量袭来 众人被弹了出去 莎莎在卡特的宿舍苏醒 熟悉的场景一默默袭来 他明白自己又被困在了生日的这一天 莎莎气得想把大黄大卸八块 不过此时的大黄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莎莎拎着大黄 让他立刻开启时光机 结束循环 在此之前 愤怒的莎莎要直接杀掉室友阿子 不过他突然发现 这一次有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 比如说这里的阿子并没有准备小蛋糕 也并没有打算杀他 莎莎逐渐意识到 他目前不仅是被困在了18号 还是被困在了另外一个平行时空 更糟糕的是 在这一时空内 会长竟然是卡特的女朋友 但这时空也不是一无是处 莎莎一直思念着的母亲竟然还活着 再次见到妈妈的笑容 莎莎激动不已 抱着妈妈久久不愿松手 由于有妈妈在 莎莎阻止大黄开启时光机 她想留在这个有妈妈 有好室友的时空 但该来的还是要来 晚上莎莎发现那个变态杀人筐还在医院 于是她轻车熟路的返回医院 但被看守犯人的警察当成嗑药少女抓住 莎莎暗想不妙 果然杀人犯很快干掉警察 这一次还是阿子及时出现救了她 但两个少女毕竟不是杀人犯的对手 阿子很快下线 杀人犯追着莎莎跑到天台 莎莎一不留神跌下楼去 再一次的莎莎从卡特的宿舍醒来 这一次她不想管杀人犯了 直接让大黄关掉时光机 但时光机的研究还未完成 大黄也是第一次听说 她的时光机还有这么多功能呢 他们必须采取试错的方法进行测试 排除所有的变量 找到正确的那个方法才能关闭循环 而这里唯一能够无限试错的 也就是莎莎了 学渣被迫跟着学霸们紧急学习量子力学 在过程中不停的患着各种死法 还得见证会长跟卡特亲热 真是生不如死 不过她也有一些新发现 在这个时空中 是阿子跟医生搞在一起了 而且医生的妻子 似乎已经发现了自己丈夫的外遇 随着死亡的次数越来越多 她又一次感到十分虚弱 看来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 莎莎躺在医院里终于想明白 这个时空中被追杀的不是自己 而是室友阿子 这一次她抢先一步抢走警察的枪 赶到杀人犯房间 太晚了阿子已死 但莎莎也是身经白战 几下就干掉了杀手 没想到背后竟然还有第二个面具怪 这次莎莎一枪打爆燃气罐 让人同归于尽 再次醒来 莎莎实在是受够了 怒把所有的推断公式写在黑板上 大家目瞪口呆 也终于找到了关闭时光机的正确算法 这一次眼看要成功 竟然电脑里有病毒 不知道之前 萨玛用着电脑看了什么奇怪的视频 莎莎愤怒的走出去 刘大黄在实验室里杀毒 卡特追了出来 问如果你离开这时空 那么注定被杀的阿子要怎么办 你不能这么自私 莎莎却红了眼眶 眼前的卡特还不知道她有多么痛苦 一直在爱人和母亲之间 做着两难的抉择 之后莎莎带着父母远离学校 由于莎莎走了 卡特只能自己去救阿子 很快 莎莎从新闻中得知 由于她没去医院 不仅阿子死了 连卡特也没能逃过厄运 这不是她想要的结局 现在时光机绝对不能开启 她需要时间修正这一切 眼看大黄的时光机已经进入倒计时 心急之下 莎莎直接撞进电站自杀 而由于断电 大黄的时光机也没能启动 莎莎再一次从卡特的宿舍醒来 这一次她眼神坚定 她要直面人生 并回到原本属于自己的时空里去 在大黄修机器的这段时间 莎莎劝阿子结束跟医生的不良关系 跟妈妈表达了 自己一直以来对她的想念 她也许无法留住母亲 但她至少有机会好好道别 而做完这一切 莎莎静静地等待时光机开启 没想到院长提前一天来到实验室 不仅停止了大黄的项目 还把时光机没收了 幸好 心惊百战的莎莎没有放弃希望 几个人开始研究地图 准备来一个Mission Impossible 把时光机偷出来 还利用会长特别爱演戏的特长 让她扮演一个瞎眼的转校生 打到院长办公室 并趁乱偷出院长钥匙 之后大黄他们接力 成功把时光机偷走 此时距离午夜12点还有三个小时 莎莎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 她来到了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医院 先抢走警察的枪 让警察回去摇人 之后干净利索地干掉杀人犯 当然她没忘了面具怪还有一个 而莎莎早已猜出这人正是医生 她的妻子已经发现她出轨 因此她要解决掉阿子已除后患 莎莎牵制住医生 但是没想到啊 背后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人 竟然是医生的妻子 这一家子 妻子开箱击中阿子 医生放倒了莎莎 连看莎莎又要死了 人渣永远是人渣 医生竟然也给了自己妻子一枪 这时放心不下的卡特赶来分散医生注意力 莎莎趁机逃到核瓷供证室 医生追过来莎莎开启核瓷供证机器 随之手中的螺丝刀也飞了出去 医生终于死了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做核瓷供证一定不能带金属物品呀 事情结束了 好在阿子伤不致死 而经历了这么多 这一时空的卡特也爱上了莎莎 另一边 院长很快发现了学生们的轨迹 带着保安破门而入 好友们浴血奋战 也没有那么惨烈 大家就是拼命的阻止了院长 最终时光机终于成功开启 而莎莎也终于迎来了全新的一天 故事还没结束哦 大黄他们的时光机项目 被美国国防部看上了 国防部想继续研究这个机器 不过呢 他们需要一个实验对象 会被无限次的困在一个时间循环里 那么这个倒霉的家伙会是谁呢 故事讲完了 先别急着观视频 《气质快乐2》的导演 接下来还有第三部 《坎然快乐》 讲的是女高中生跟杀人犯交换身体 但她只有24小时来改变这一切 看看 时空错乱又有那味儿了 如果本期视频点赞超过1000 那么咱们下一期就继续砍人快乐咯 将《气质快乐》这种小成本电影呢 其实不算太恐怖 而且时空循环也不算是很新鲜的题材 但《气质快乐》剩在多次反转 不到最后一刻很难猜出真相 这就有了第一部的跳房大麦 而续集如果重复利用这个创意的话 又很容易被观众骂没有惊喜落入俗套 幸好导演很聪明 《气质快乐2》处理得相当不错 既保留了女主无限循环的桥段 剧情又和第一部完美连接 两部一起看感觉相当连贯顺畅 女主的人设也是干编大火的原因 性感美女的她一开始也是表里表气 连裸奔都充满着自信 但她逐渐发现 咱们总是觉得第二天太阳会照常升起 于是面对生活中那些不如意 我们总想着下一次吧 过段时间再说 殊不知 你现在过的每一天 都是你余生中最早的一天 也是唯一的一天 时光不可逆 趁现在把那些错误尽早弥补吧 告诉你所爱之人 它对你有多么的重要 向自己一直以来的愿望迈出那么一小步 生活如此美好 每一天都如此珍贵 不要浪费一分一秒 好了 电影今日快乐2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 给喜欢类似电影的朋友们呢 推荐闪电看剧之前解说过的 恐怖片准备好了没 真人吃鸡鼻祖大逃杀两部 以及饥饿游戏四部 也不要忘记关注闪电看剧的频道 我们说好一起追剧 一起看电影哦 能不能再接受